想必这是大家心目中的第二个猪八戒了吧 想不到多年以后会变成娱乐圈的大佬 一说起取证 大多数人首先还是会想到猪八戒 感觉从那时他就喜感爆棚 其实在少年时期的他 是想立志成为一名好演员的文艺青年 并没有想往喜剧界发展 他进入娱乐圈的时间很早 而且早期的演艺之路顺风顺水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实演小地主 中学时期更是跟西美娟这样的国家一级演员大戏 本以为他可以照着这条路走下去 可是在大学的时候 他却提前面临了中年人生危机 秃顶 这放到哪个人身上也很苦恼 四处求一问药也无济于事 被同学嘲笑 这让他很自卑 其实歌谁身上一时都难以接受 因为脱发让他觉得自己与偶像派无缘 请你想着生活还要继续 于是立志要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水平 毕业以后才发现 秃头是无所谓 观念是没戏派 编排一些话剧 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在影视剧的崛起后 演了两部剧都没有什么反响 就算在这么低谷时期 他也不放弃自己的梦想 上年就是这么眷恋 有才有梦想不放弃的人 而后 穿光灿烂的猪八戒的导演 范小天找到徐正 一开始主角并不是主角 这部剧一度在资金紧张的局面中 导演发话说 谁投资 谁就当主角 徐正在多方面考量后 决定用自己所有的积蓄投进去 没想到这部剧大火 以小成本博得更大的收入 也是凭借这部剧 让徐正在事业上有了新的气色 同时也让徐正跟剧中的小龙女 将戏中的爱情延续到了现实 成为了一段爱情佳话 俩人的爱情也是一直很稳固 徐正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新人男演员后 也顺着大浪潮 接下了《立位当官》 《穿业时空的爱恋》等辨识剧 直到2006年 才是徐正真正成为娱乐圈大佬的开始 徐正在和老婆淘红共用的工作邮箱里 看到了疯狂的石头的剧本 导演宁浩原本是邀请桃红客串 徐正直接截胡 自见参影并自驾片酬 徐正的眼光和他的果敢 让他凭借这部剧 引起了娱乐圈的注意 从此一发不可收视 随后徐正又出演了 《人在窘图》 《太窘》 《党窘》 《三部窘》系列 从此奠定了自己影视界大佬的地位 此后他又转行做起了影视投资 可谓是大获成功 短短几年 徐正凭影视投资就赚到盘满钵满 现在的徐正转型为导演后 开始放弃了对自己的身材管理 上各种综艺节目 他的才能喜剧天赋 都让人为之赞叹 2020年 《娱乐圈选秀界》里 真正大火的节目 估计也只有 《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一个 节目做火了 后续的资源自然也要跟上 在历经的差不多 两个月时间的筹备之后 《乘风破浪的姐姐》 这档节目的后续传宗 姐姐的爱乐之诚 终于定档 将在10月30日开播 爱乐之诚节目组 请徐正来当路演经理人 可不只是因为他的喜剧天赋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 徐正和多位姐姐都要交情 而且本人敢说敢玩 徐正与宁静姐姐是比较熟悉的 她们是校友 吃饭的时候还爆料了 静姐在学校时的一些事情 说到关于静姐的身材 两人的对话看出了关系的远近 让姐姐们都忍不住地大笑 在爱观圈定档的同时 爱乐之诚官博 也为节目做足了宣传 尤其是徐正这个老油条 表现得相当有刃有余 就连这个短短的 只有一分钟出头的宣传片 徐正都给拍出了喜剧电影的效果 每一个戏剧设计都能逗人发笑 不得不说 徐正还真是搞喜剧的鬼才导演 正因为徐正有着一直不放弃的梦想与头脑 才让她走到了今天 但更多的还是 因为她踏踏实实的努力的结果 徐正现在荣誉 口碑 地位 一身关怀被笼罩 可承得上 当之无愧的 娱乐圈大佬 希望以后 徐能一直给我们欢笑和精彩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转发 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吧